大概的这个是三个心脏的血管 这个是右边的血管 这块是看不到 因为它有可能是缺血的问题 彩色就可以看到 这个绊膜的功能是不是正常的 这个机器我很熟悉 欢迎大家来到爱丽聊天室 我是Elly 我是Vini 和你聊聊 阴法族健康健保乐生活 那我们之前的视频呢 有带大家去参观了手术中心 Urgent Care I Center 还有Super Center 那我们今天来到了 我们这个南加心脏中心 来给大家揭秘一下 在我们心脏方面有问题 这样一个专科中心里面 到底有什么 带大家来解一下命 对 如果你也有相关的问题 就跟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那我们请到Frankie 我们的护理医师 先带我们大家来参观一下 我们Hand Center的一楼 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快跟他一起去看看吧 那这边是我们的病人的 等待的空间 等待的地方 那这边就是我们的前台 然后这边呢 就病人来的时候 我们会为病人量血压 量心跳还有体重 然后分析一下药物 所以第一步先是在这里 对 对 那这边就是我们做心电图的地方 基本上病人第一次来的话 我们都需要一个心电图 就是做一个 基本看病人的 一开始的那个心率是 是多少 或是病人如果有说 他们有头晕啊 那如果胸口不舒服 那我们也会做一个心电图 来做诊断 这是我们苏医生 那请麻烦带我们参观一下 关于心臟有哪些仪器 好没问题 我们先这边开始 从这边这些屋子是我们的 超声波屋子和跑步的 运动测试的屋子 我们这共有两个 超声波和跑步的 还有两个直接的超声波的屋子 因为我们超声波一天做大概36到40个 所以说我们的超声波屋子要多一些 但是有两个都有跑步机的 所以说可以做跑步测试 这是我们的跑步运动测试的机器 这是我们用量血压的 然后这个是看心电图的 跑步的时候都要看心电图 确定心脏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这是我们的超声波 心脏超声波就是彩超 壁超就是这个机器 看心脏的功能 心脏的半膜的功能都可以看到 心脏和肺脏的血压都能看到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病人的壁超的片子 我们用彩色彩色呢就可以看到这个半膜的功能是不是正常的 而且可以看一下这个半膜血流的速度是多快的 这样的话很多病我们可以知道判断一下多严重 特别是主要就是半膜 我们一般用彩色就看半膜和血压的 这个绿色就是心电图 因为我们做超声波的时候 一般需要知道不同的颜色 在心脏的跳动的时候什么时候发生的 所以说有的时候心电图要是跳的不规律的话 我们需要看到它了 这样的话我们好知道一下心脏的功能 对比一下心脏的功能和心电图是在哪个部分 好那还有些什么样的机器呢 对心脏来说 对在这边我们有好多不同的机器 第一呢是在这个左边我们有这个两个屋子 这边的屋子呢是我们的CT扫描的屋子 就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做心脏的血管CT扫描 我们做CT扫描呢看心脏的话呢更复杂一些 因为做心脏的CT扫描 我们要按着心电图的一个特殊的部分去照 所以说呢不能直接说心脏跳的随便照 所以一般心脏CT扫描更复杂一些 也需要噪影剂的 嗯大概的这个是三个心脏的血管 这个是右边的血管 这块是看不到 因为它有可能是缺血的问题 这个是左边的一个主要的血管 然后呢右边的血管呢 在这个上它没有照的太清楚 在这个部分 但是呢我们要给它处理一下 就应该能看得更清楚了 好这边是我们的这边是我们的X1的机器 所以说我们一般就是看肺脏和简单的看一下心脏 但是呢看不到太多的心脏功能 啊所以说我们一般不用这个屋子太多了 对因为像我们照骨头啊 对照骨头更重要一些 对了 大家好我姓刘 我叫一天 然后英文名字叫Emily 那我是男家中心这里其中的一位护士医生 大家好我叫Frankie 我姓Ru 那我也是其中一位护士医师 护士医生在美国其实就是 我们也是负责看诊开药 所以我们跟医生就是一个合作的关系 我们像医生一样我们可以诊断 那可以开药 或是给病人一些处方 在心脏科的话我们还是针对心脏科 对但是就是在别的诊所的话 看每一个护士医生他们的那个诊所专科是什么 这样子 所以基本上医生能在心脏科的话 基本上医生能做的我们都可以做 那我们只是不能做手术 因为我们没有经过这些专业的训练 所以你们跟医生的区别只是能不能做手术 其他的都是一样的 对 那对 可是毕竟医生比我们多了好几年的这些专业的训练 所以如果我们遇到有问题的话 我们还是可以请教我们这边的医生 基本上是除非我们觉得 这个我们需要再跟医生讨论一下病人的病情的话 那我们会请病人稍微等一下 那我们问过医生之后 如果医生也同意我们的诊断的话 那这样大致上病人就没有什么其他问题 对我们会就是也可以依照病人的情况 去决定要做什么检查 然后要开什么药 做一些初步的处理 然后常常病人打电话来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常常也是第一个就是跟病人接触 然后回答这些问题的第一线人员这样子 我们病人大部分都是亚洲医的病人 那基本上很多人都还有在抽烟 所以希望的话可以请他们就是借烟 因为那个抽烟的话 抽烟的话对心脏会有很多不好的影响 对然后就是基本上就是建议病人多做运动 然后饮食就是要清淡 少油少盐 很多心血管疾病其实都是可以预防的 所以就像Frankie说的就是 饮食运动戒烟这些 就是一些生活上可以改变的事情 其实是很多的 很多事情都可以帮助你心脏更健康 一般的情况下 其实病人来看过我们 我们做完诊断跟处理之后 其实就不用再等看医生了 那我觉得应该是我们要跟病人之间要 建立一些共识吧 那像我们的话 我们在这边都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了 那病人也毕竟很看我们了 也看了一段时间 所以大部分的话他看完我们 他们就会相信我们 他们就不太会再要求要去看医生 除非是有一些新的病人 他还不认识我们的话 心肌梗塞一般是常年累月的病 大部分人有心肌梗塞的话呢 都会有糖尿病啊高血压胆固醇高 很多年发病之前的很多年 一般人会有没有控制住的高血压 或者胆固醇高 所以呢这个胆固醇到血管里 会造成血管的斑块